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副主席林楚超医生为我们做一个心肺复苏法及徐箭器即是CPR和AED的访问 究竟未学过CPR和AED机是否真的可以救到人呢 不是 未学过就不行了 要在理想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心脏突然停止了不跳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最理想的是有医护人员在旁边 但如果医护人员不在旁边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附近的人如果有受过训练 他都第一时间帮那个心脏突然停止的病人进行一个CPR和徐箭器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病人突然间心脏突然跳动 每隔一分钟他的生存的机会就会降低了7-10% 如果他没有受过训练的时候 他都可以尝试去帮病人做个心肺复苏法 会不会担心救不了人都不止 还害了人的 有可能 我会担心 因为毕竟我都没学过这件事 又怕是不懂处理的方法 可能处理不当可能会更加严重 会啊 压伤胸骨 可能 美国心脏协会都大力鼓励市民 去帮这些有需要的人做那个心肺复苏法 有些市民当然担心说要帮他们口对口吹 很担心 但是我们鼓励市民是 如果你只是没学过 你只是想做心外压的CPR 也都可以的 有人说猜CPR手法不正宗 会猜断肋骨 后果很严重 是不是真的 是啊 是啊 可能人就会死了 心外压的手法 做得正确 都有机会有肋骨骨折 到目前为止 我没听过这些 因为肋骨骨折而引起一些严重后果 相反 如果我因为担心 引致肋骨折而不去做CPR的话 这些心脏躁停的病人 后果就一定很严重了 究竟没有学过用AED机的人 怕不怕会电错人呢 会 因为他们不懂的话 就会可能电到别人有心灵危险 应该不会的 因为他电了 电弹起了 他那个好像是电流 通过身 怕一下子夹大大电死的人 正常理解能力没问题的人 用AED应该就很清晰 因为AED本身那部机的指引是 你不识用都可以 其实现在市面上 AED的设计都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开机之后 跟着它的声音和图像的显示 去跟着它的步骤做 就不会有出彩的地方 AED就会用电脑帮你分析 当需要电的时候 它就会叫你去电 所以你只要跟着去做 据我所知 这么多年来都未试过 有一宗是机器的错误 而引致用错 而电错人的事件发生 刘医生 最后你有没有什么 想和广大的市民呼吁一下呢 我鼓励大家大胆伸出援手 CPR并不困难 AED只要跟着指示做就可以了 都适当地做 不要太过分 我应急情况下 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 我可能会尝试一下用 任何人 这样就救到人